我拿另外一個程式電影來跟他做個比較 有一個程式電影叫尼宏欽的 我想要老師可能也知道 在台北線電影集裡面也有打算來演 那他那種拍攝的手法就是 為了要表現一個程式 然後他使用一個很完整的構思的一個故事 然後拍出來的時候 同時把程式也結婚了回來 那那種拍攝的手法跟我們這部電影完全不一樣 那我無意說是哪一種的拍攝 哪一種比較好哪一種比較不好 但是就我一個外派人來看的話 你比如說像今天這種拍攝的荒唐 他以十幾個小片段 然後一點一點把它串結起來 那除了剛剛前面那個童浩講 要動作那麼多人 中間有很多困難他都不講 那最小他有一個推理就是 我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每個小段每個小段只有五分鐘 六分鐘七分鐘 他很難又表達出讓人家有一個劇情的感動 那很難做一句做這種表達 那但是用這種方式去拍的話也比較困難 而且動那麼多個大導演 用這種方式反而比較簡單 反正我覺得一個導演一組片子 對不對 就去做比較容易 那我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的問題是 有那麼多大導演 願意構思用這種方式去拍 還不用這種方式去拍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我先請教老師一下 是不是有一個答案 好 謝謝 事實上要 你說一部電影當中裡面 就用一個故事來去呈現一座城市 那是一種方法 那這個他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切成熄穗的東西 第一他可以集思廣義 因為每個人角度都不一樣 因為你所取捨的 如果是一部電影的話 一個故事 那只能用一個角度 很難 不是很難 就是說你其實 對 真的是很難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面面具到 我們現在如果透過不一樣的一種導演 一直從外國人的一種眼光裡面來看 他不是個人 紐約我愛你因為他還太複雜 這個城市太複雜 為什麼他很複雜 因為他有黑人 有來自各地的種族的人 他是一個民主大勞 所以因此他為什麼導演要取捨東方的導演 還有其他各地的一種導演 像其中第二段裡面 那個時候就是法里拉金 那就是土耳其的導演 過一陣子我們大概會播他的影片 很棒的一部裡面叫做天堂邊緣 我們已經演過一次了 但是那一部就是他的成名之作 真的他那種非常疏離的感覺 然後那個諷刺不一樣的一種 所謂的文化的那種所謂的互動 那是表現得非常勉勵盡致的 包括紐約我愛你 他最大的用意是要擷取 你注意喔 是從外面的人來看待這個城市 所以他單獨一個人的力量 就顯得心有有力無足 所以如果是來自四面八方的人 通通是可以提供一點點意見 但是缺點是什麼 你說他的調性不同音 所以那時候第十二個導演去負責去整合 所以整合的那個人其實還是法國的 還是法國他是用攝影機裡面去穿蒸影線 最後用放映的一種方式 他在舉辦一個個展 把放映的一種方式裡面告訴你 說我人光所看到的 就是透過這個鏡頭裡面所看到的紐約就是如此 他真的能夠看得那麼徹底嗎? 我想是不盡難的沒有辦法 任何的一個導演裡面都沒有辦法 一口氣可以去把這個所謂的人生的 比如說城市當中裡面的真諦裡面 完全講得那麼清楚 十二個導演或者是第一百二十個導演 我發現他還是沒有辦法 人生裡面有很多的面相是我們很難聚聚的 不過他叫做超乎樣式的東西 能夠有十二個 事實上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一種分量 事實上都是一種代表性 但應該也是足夠的 那基本上你要從這個角度裡面來看待 才會知道說 什麼叫做城市上面的一種真諦 其實就是人 其實他處處反應到人 人無非是活在七情六義當中 人無非是活在情感當中 哪怕情感會受錯 情感會有混沌 但是最終裡面 你不是都是要回歸到人 最真善美的角度嗎 所以為什麼要排列 為什麼要排列最後 我們那一部是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 那為什麼不排在最前面 其實他有縮理的 他有一個節奏縮理的 所以一開始的話 看起來像是強烈的鬥爭 我們江澤民那一部 為什麼排在最前面 看起來就是你爭我爭啊 你爭我爭 最後裡面 你會給你的 是一種溫馨的 感動的 平滯的 但是事實上 他有蕴含的 太多的一種所謂的 堅強的動力 這個就是他的 所謂紐約的精神 製作單位裡面 我想他也是 極力想要去展現 真正的一種紐約的 一種背後的精神 但是至少能夠成立 能不能真正的去完成 我想那是因為製作人 還有他那個藝術家裡面的 功力的所在 所以一部電影是不是成功 製作人 我想他也佔著 非常重要的一個比例 不過他們兩個 這個已經製作出一般的 一種所謂的心得 所以我想他們現在 已經在上海拍的 那個理念會拍的 比這一部還要那麼好 應該是無辭的 來 聽我嗎 好 休息一下 接續剛才沒有問題吧 那個除了我剛剛講的 兩種方式 一個尼紅心 跟一個像今天這個 我還留在影外 另外還有一種方式 也是老師其實有提到 就是所謂的電影期盤 也就是一部電影裡面 他把它分作四段五段的方式 那一段大概二十分鐘 或者三十分鐘 那我下面的問題就是 想請問老師 假如老師要拍一個 我愛台北的話 這三種方式 你會用哪一種方式 比較好 那理由為了 這個問題啊 我很早就有思考過了 我大概會用四段吧 大概四段 或者是如果不許可的話 就可能會用 用大概是十九段 九段或十段 但是我事實上有構想的 已經寫好的 就是 東西南北 就是 東西南北 也就是說 把台北市化分為 東門 我們講的東門 西門 還有南門 這個門 那這個就是 他的區塊的一種化分 在當時裡面 我是用現代 很有興趣的 先寫成一本小說 這個小說 我一直沒有發表 大概就是 用東西南北 那 一個東區裡面 它就有一段 很厚重的故事 現在的故事 那也可以牽扯到以前的故事 那西區是什麼樣的故事 北區是什麼故事 那南區是什麼樣的故事 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我看到了北門 才突然想到 有這樣的一種構想 因為台北市實際上 它有四個門嘛 四個門 我們現在幾乎都把它遺忘了 那這對我們來也會不會有真正的一種歷史 這我曾經有寫過 寫過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 現在都一直被電影拖著 我們就一直在每天每天 這麼多部 一個禮拜那麼多部 所以我光寫這電影 事實上是寫得很吃力 所以我現在其實最想回去 就是台灣寫小說 我有一個百萬小說也沒寫完 一直停在那邊 才寫四萬多字 一直停在那邊 你知道嗎 不過那四萬多字已經作廢了 為什麼 經過幾年 你會覺得寫得太不像話 就會想 心裡那種感覺 不過形態 我想說形態是這樣子 形態是一個結構 一個股價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形態裡面 去表現一定要別人沒有做過 我才會願意去做 所以如果說 我愛你也是如此 因為我愛你也是如此 那我就不需要用 我就會用東區南北 四個方向 可是東區南北 每個東區裡面 它可能就會有很多小故事 或者用人物裡面把它串連起來 到最後的話 東區跟西區的人物裡面 它會有串連 它還有串連 就像一個蜘蛛網一樣 然後慢慢一隻蜘蛛 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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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往 一直往外扩欄 然後最後你看完的時候 是一面的一種結構 不過這是拍 拍的方法是如此 但最後要剪接的時候 再重新考量 拍完以後再剪接 剪接的以後是 你就重新考量 哪一段會拍在最前面 像墨西哥德國奧斯卡經常講的 最佳奧化影片 有一個墨西哥德國奧義裡面 他就是非常擅長用這種 拍完以後 再釣洞 大量的釣洞 這也是很少的人會做到的 大量釣洞就是 原本是在中間倒數第幾場 把它釣到第一場 大家看著一頭霧水 這邊都看著一頭霧水 跳了跳起 怎麼一下他們死掉了 不是 快死掉了 怎麼一下又跟人在坐外 坐在那邊敲煙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觀眾快要求救的時候 慢慢慢慢進入他的續機型態的時候 你慢慢 越來越越懂 為什麼 他希望觀眾能夠自己去抽絲剝繭 你不要那麼懶惰 你不要我把你敘述的那麼完整 然後你就看完就算了 你都不會思考 所以現在的那個觀眾群裡面 其實他看電影 他是必須要加入 因為傳統的電影裡面 他已經玩到沒有辦法再亂 所以現在那部分都是什麼 都是3D動畫 所以3D動畫都會夾雜更多的一種 所謂鮮明的一種印象 更多的一種所謂華麗的一種布景 所以你看起來的話 就更加不會思索了 真的更加不會思索 因為你已經被那絢麗的場景裡面所迷惑 你還會在思考其他的東西嗎 所以傳統的一種所謂的情節結構當中裡面 他是希望觀眾抽你出來 然後慢慢慢慢給你的線索 每一點每一滴的東西 重新去檢視 你自己要去思考 自己去組合 所以你才不會忘記說 你看了一部電影只是看嗎 看電影要會思索的 要會思索 所以這電影當中裡面 如果你常常在看 你看的話 你基本上都會知道 什麼叫做印象語言 印象語言是怎麼組成的 那印象語言跟我們生活有沒有 日常關係其實都有 其實我每天在講的 其實大部分都是講這些 所以手法裡面你可以問 譬如說他是編劇手法 電影導演手法 或者是編劇的手法 或者是編劇的手法 哪一個比較好 哪一個是比較差 其實那就是互補有無 有時候編劇很差 導演很好 他可以把他補救過來 有時候編劇很好 導演很差 他就會不好去把他拍爛 都有可能 那演員跟導演也有關係 導演非常好 那演員就演得很爛 有的是導演很爛 可以把他演活了 都有可能 這種情形裡面都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只有一句話 我們的行話裡面叫做 水幫魚 魚幫水 就是你魚可以游的 你不要以為你是魚 沒有水可以嗎 但是水也不是說 水我是因為有水 所以你魚才活的 那是互相幫忙的 這是集眾人之力裡面 然後慢慢把這種思想裡面 才可以突然完成 來 還有嗎 好 輕鬆